这期我们会涉及到明朝的七位皇帝 从第四位的明仁宗朱高赤 到第十位的明武宗朱后赵 1424年 朱棣在第五次北征返回的途中 并死于于牧川 当时随从的杨戎密布发散 并先行返京通知了太子朱高赤 朱高赤才得以顺利的继位 这就是明朝的第四位皇帝 明仁宗 年号是红西 朱高赤能够继承皇位 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不太顺利的 因为他有一个弟弟叫朱高旭 当年朱棣在北平起兵的时候 老大朱高赤是首家 曾经成功的抵挡了李锦龙的五十万大军围城 守住了朱棣的基业 但是相比之下 老二朱高旭则是一直跟着朱棣一路南征北战 还多次的救下朱棣的命 所以论军功来说 朱高旭是完胜的 朱棣也曾经在战场上 说你哥哥身体不行 你好好干 等我当了皇帝之后 太子就是你的了 到底朱棣当时有没有真的想立他为太子 不好说 但是他所说的前半句却是真的 就是老大朱高赤确实是身体不行 他的腿脚不太好 又爱吃 然后又不运动 身体就比较肥胖 有时候走路让人参扶的时候还差点摔跤 朱棣还因此而减少了对朱高赤的伙食的供给 然而永乐二年 也就是1403年的时候 朱棣还是侧封了朱高赤为太子 这个很大程度上是朱高赤比较人厚 得到了文官集团的支持 比如说朱棣所组建的第一届内阁成员中 黄怀就建议是立敌一掌 谢进则说 皇长子仁厚天下归心 见朱棣没有反应 谢进又补充了一句说好圣孙 所谓的好圣孙 就指的是朱高赤的儿子朱瞻基 这一年是六岁 特别讨朱棣的喜欢 所以最终朱棣是拿定主意 立朱高赤为太子 但是朱高续并没有就此而八休 而是联合弟弟朱高岁 不停地在朱棣面前说朱高赤的坏话 有人对朱高赤说起这件事的时候 朱高赤回答说 无尽知子知而已 不知有禅人也 等到朱高续做了不法之事 即将被朱棣废为树人的时候 朱高赤又是极力地维护着这个弟弟 或许正是这样的人意之举 才赢得了众多文臣们的支持 在危难之时 屡次救他于水火之中 不过在支持朱高赤这个过程中 也是让很多人面临着危险 比如刚才提到的谢进 就因此而被处死 而杨世奇 杨朴等人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入狱 不过好在最终是朱高赤当了皇帝 他们也都因此而得到了赦免 朱高赤在位期间 停止了郑和夏西洋的行动 停止了对北援的大规模用兵 也赦免了建文帝时期 被流放的官员家属 让很多的冤案得以招选 他还修改了一些比较严苛的法律 比如说废除公刑 自公者也是以不孝论 不算谋反 不得连做亲属 虽然朱高赤总共的 在位时间不足一年 在1452年的时候就去世了 但是明史对他的评价 还是非常高的 是天甲之年寒如休养 得话之胜 己不语闻警彼龙哉 朱高赤虽然在位时间很短 但是他却一直在忙 或者一件大事 那就是迁都 朱元璋打下天下的时候 定都在了应天 并以之为南京 同时以开封为北京 以豪州为中都 可以看出这都是他曾经创业的地方 但是御史胡子齐上述说 天下最适合建都的地方 莫过于关中 于是1391年的时候 朱元璋就派太子朱彪去巡视陕西 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一次的出巡 朱彪染病于1392年去世 建新都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等到孙子朱元文继位 就赶上了燕王朱彪的静难之意 因为朱彪并没有工程留地 所以开始也是不得不继续与南京作为独城 但从继位开始 朱彪就为迁都北平而忙 或者1403年就改北平为北京 1406年开始营建北京城 这期间为了从南方运输建造材料 还疏通了大运河 140年北京城正式完工 1421年朱彪就最终完成了迁都 等到了三年后的1424年 朱彪就去世了 可以说是迁都北京一世 贯穿了整个永乐一朝 而朱高赤继位之后 可能是不喜欢在北方过打打杀杀的日子吧 就又想要迁都回南京 不过因为他的过早离世 这计划并没有得到实施 朱高赤去世之后 由他的长子朱瞻基继位 就是明朝的第五位皇帝 明宣宗 年号是宣德 新皇帝登基 让一个人再一次的蠢蠢欲动 这就是他的叔叔朱高旭 第二年的1426年 朱高旭在乐安州 大概是在今天的山东宾州 骑兵谋反 或许是老爹朱棣的成功案例激励了他吧 更何况 宾州到北京是非常的近 朱战基在杨世奇的建议之下 一架亲征 出发之前 朱战基还给朱高旭写了一封信 说是只要你放下武器 说出是谁怂恿你的 我就原谅你的过错 不然的话一战就拿下你 或者也有可能 有很多人想要绑了你来清赏 等到那个时候再后悔 可就来不及了 而此时呢 里面也确实是充斥着 想要绑朱高旭去清赏的声音 不知静难之意的反叛从一开始就结束了 朱高旭父子被废为庶人并且囚禁起来 不过之后 朱战基可能是失言了 没有过多久 朱高旭父子就死了 虽然明史并没有说是谁杀的 但是除了朱战基 应该是没有其他人敢杀 朱战基在父亲朱高旭的基础之上 在界在立继续实行人证 明朝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所以后世将这父子两代的统治 称之为明轩之治 但和父亲朱高旭比较柔和的性格相比 从小就跟着爷爷朱棣北伐的朱战基 显然是更多了几分野性 他曾经三次率兵北巡 其中一次还赶上了蒙古军队来扣鞭 朱战基率三千骑兵坠机 还亲手杀了三人 取得了一场小胜 不过这位治国平天下的明君 在齐家方面可能就差点意思了 宣得三年的时候 他就因为原配胡皇后 无子多病而将其废除 然后改立了更加宠性的 也有儿子的孙氏为皇后 然而据明史后辉传记载 孙氏的这个儿子也不是他自己生的 而是从其他的妃子那里抢来的 至于是从谁那里抢来的 就不得而知了 而这个抢来的孩子 就是日后将大明帝国 折腾了半死的明印中朱启镇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朱战基亲手把大明王朝推向了顶峰 又亲手将他推向了衰落的深渊 1435年 38岁的朱战基英年早逝 朱启镇继位 明朝的第六位皇帝 他的第一个年号是正统 这年的朱启镇只有9岁 继位之前 有成员说是要废了他 而是立这位叔叔 这个时候 朱高赤的媳妇张太后出来辟谣了 他召集大臣到前庆宫 指着朱启镇对大臣们说 此心天子也 因为朱启镇年龄太小 群臣请张太后垂炼听政 张太后回答说 误坏祖宗法 这里的祖宗法指的就是 红武元年朱元璋下令 后妃虽母仪天下 然不可比喻正事 所以我们会发现 整个明朝都没有发生 太后垂炼听政的情况 也没有听说 怎么比较有影响力的乱国的外企 除了朱元璋的这个规定之外 离垂炼听政最近的张太后 主动放弃 没有开干政之先河 也是功不可没的 当然了 要说是完全没有干政 也是不可能的 毕竟皇帝年代太小了 所以还是辅佐待遇限制吧 1442年 此时应该叫张太皇太后了 并是 临死前 他还在担忧着国家大事 问还有什么大事没有办 杨世奇说了三件事 一是要给建文帝修实录 二是对曾经受方孝儒一案影响的人的赦免 方孝儒应该是很多人都知道 就是传说中 因为不肯配合朱棣而被诛十足的人 当时还有一段比较有意思的对话 就是朱棣对方孝儒说 我只是消防周公 方孝儒说那成王呢 朱棣说自焚死了 方孝儒说那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儿子 朱棣说太小了 方孝儒又说那为何不立成王的弟弟 朱棣说这是我的家事 言外之意就是你少管闲事 最后不得已朱棣将方孝儒处死 但是实际上至少明史 并没有找到他被诛十足的说法 杨世奇只说出了这两件事 第三件事还没能说出来的时候 张太皇后就去世了 这之后没多久 当时的明臣所谓的三阳之中 杨荣早就已经死了 杨世奇也因为避嫌而退位 杨浦也正年迈多病 而新进的内阁成员又资历尚浅 于是就再也没有人能够约束到朱棣 和他的宦官小伙伴们了 就开始放飞自我了 从此宦官作为一股新兴的势力 就登上了达明王朝的历史舞台 并且如天上的星星一般 又多又闪亮 不得不说朱元璋当上皇帝之后 一定是熟度历史的 他除了太相信自己的儿子 或者是受施局所限 没能够解决掉藩王问题之外 他能够想到的都想到了 能够做到的也都做到了 比如说之前对母系的限制 比如说现在对宦官的限制 他规定宦官不得兼外臣文武贤 不得欲外臣官服 官无国四品 还在宫门上贴了个牌上面写着 内臣不得干预政事 欲者斩 甚至还规定了内臣不能读书十字 应该说是把宦官能够干政的 所有路线全部给读死了 然而事实无常 就是因为没有解决藩王的问题 导致了朱棣起兵夺权 而也正是因为朱棣起兵夺权 来路不正 这个过程中又得到了不少宦官的帮助 所以朱棣选择了重用宦官 宦官们也就开始了染指初始 专征 监军 分阵 赐臣民隐士等朱大权 勇了18年 朱棣还在简易位之外 又设置了东厂 直接由宦官掌势 宦官的地位开始直线的攀升 等到了朱棣基位之后 更是直接撤掉了朱元璋的最后一道防线 开始叫宦官们读书认字了 并且还给他们发了一支能够写红字的笔 也就是所谓的朱批 朱棣之后的内阁 相当于是一个秘书部门 他们只是负责对奏折提出处理意见 那么到底是如何处理 最终还是要皇帝的朱批才算数 这就和老师批桌叶差不多 而此时读书认字的宦官们 就开始掌控了这支笔 至于原因嘛 毕竟皇帝的精力有限 或者是比较懒 懒得去自己写 或者干脆就是懒得自己去管理这些破事 然而朱棣和朱棣基 毕竟都是一代英主 所以他们在位期间 宦官还是比较本分的 并没有闹出什么幺蛾子 直到朱棣即位 第一个干政乱国的宦官出现了 他叫王振 不知道他会什么魔法 把朱棣祭迷的是五觅三道 甚至都不叫他的名字 而叫先生 那么大臣们就更过分了 恨不得直接管他叫爹 至于王振是如何的乱权 如何不法 和他所干的一件大事相比 就不值得一提了 1449年 蒙元的后裔瓦剌 在他的太师野仙的带领之下 入后大明边境 王振可能是比较崇拜 涌了大帝 所以他连魂带骗的 让朱棣御驾亲征 大军到了大同的时候 镇守太监郭靖报告了敌情 王振就开始害怕了 于是就选择了班师回朝 因为王振是魏州人 所以他打算走紫荆关 然后就送到邀请明云宗 去他的家里看看 而且这条路呢 也确实是明军入关 所能走的最快的一条路 但是按照这个路线 走着走着 王振突然想起来 大军经过的时候 会破坏家乡的庄稼 于是呢又重新折回 走这条路线 就这么这趟来这趟去 等到了图木堡的时候 已经被瓦剌的军队追上 明军在仓处之间打败 死伤数十万 而这些被带来的 可几乎都是大明王朝的精锐之时 几乎是全军覆没 最终王振死于乱金之中 而皇帝朱祁镇呢 则是被瓦剌军抓住 国不可一日无君 孙太后也就是朱祁镇的 那个半个生母吧 让朱祁镇的弟弟朱祁玉 来临时监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图 就知道图木堡 距离北京是有多么的近 于是呢一个叫徐颖的人 就建议南迁 这个时候我们特别熟悉的 于谦老师登场了 他大和道 言南迁者可展也 京师天下根本 一动则大事去矣 独不见宋南渡是活 于是南迁之事就暂且搁置 之后在于谦等人的劝劲之下 朱祁玉登基为帝 成为了明朝的第八位皇帝 并且姚尊朱祁镇为太上皇 也先带着这个太上皇朱祁镇 来要挟 但是太上皇显然是没什么价值了 所以并没有达到什么目的 最终选择了攻打北京城 明朝这边呢 在于谦的主治之下 打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北京包围战 成功击退瓦剌军队 大明王朝转位为安 1450年也先放回了这个 毫无价值的太上皇朱祁镇 大臣们建议去迎接太上皇 朱祁玉就不太高兴 说本来就不是我要当这个皇义的 连外之意就是 太上皇回来之后 我是不是得善位啊 善位之后 我这个小命没准就不保了 于谦说你放心吧 我们是不会换了你的 有了于谦这句话 朱祁镇才得以回归 同样是有了于谦这句话 实际上也就是囚禁了起来 1452年朱祁玉又进一步 干脆是废除了朱祁镇的儿子 朱建生的皇太子之位 这个皇太子之位呢 是朱祁玉继位之前 由孙太后封的 其实这个意图就非常的明显了 就是告诉朱祁玉 帝位还是哥哥这一支的 不管之后朱祁镇还能不能当皇帝 他的儿子肯定还是要继续当皇帝的 你只不过就是一个过渡 是一个代替品 所以我们发现之后 朱祁玉的妙号就是代宗 应该就是这个代替的意思吧 那么此时朱祁玉废掉了这个太子 改立自己的儿子朱建济为太子 也就是彻底的拒绝了孙太后的这个想法 然而这件事呢 却遭到了朱祁玉自己的媳妇 汪皇后的反对 可能是因为这个朱建济并不是他的儿子吧 或者是还有其他隐情 不过这个反对无效 汪皇后也因此而被废 太上皇朱祁镇虽然是被囚定在南宫 但是日子过得好像还挺平静的 至少在这期间他还生了两个儿子 但是他的存在呢 却总是让别有用心之人蠢蠢欲动 1457年 几个因为于谦而比较失忆的人 比如说当初建议南谦 而被于谦训斥的徐颖 现在已经改名了徐佑珍 还有就是得到了于谦的后代 想要报答于谦 结果拍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的石亨 以及素来就害怕于谦的宦官曹继祥等人 勾结在了一起 策划了一场争辩 他们带兵赶到了南宫 用力朱祁镇重新当了皇帝 历史上将这场政变称之为夺门之变 复卫之后为了巩固战果 第一个要被杀的肯定就是于谦了 不过朱祁镇还是有点犹豫的 说是于谦之前保卫京城有功 这个时候徐友真说 不杀了于谦 我们这个政变可就出师无名了 于是这种于谦被杀 当然这个做了皇帝又不肯反位的朱祁玉 也是残照杀害 这之后朱祁镇又做了七年的皇帝 于1464年去世 好像经历了很多事情 但是实际上他死的这一年只有38岁 朱祁镇在位的前期由于山羊当政 所以也算是仁宣之治的一个延续吧 宦官王镇乱政之后 就再也没有什么政绩可言了 但有一件事是值得被提及的 就是他废除了明朝的殉葬制度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明朝居然还有殉葬制度 而这个制度就是从朱元璋开始就存在的 并且这个殉葬也不仅仅是指给皇帝殉葬 朱祁遇死的时候已经是被降为了王 但是依然也是有妃子为他殉葬的 朱元璋还有一个孙子叫朱友顿 生前也是和朱祁镇说过 说等他死了之后就不用给他殉葬了 结果等他死的时候 朱祁镇的诏书下他晚了 还是有六个夫人已经被殉葬了 所以结束了这样一个惨无人道的制度 也算是这个不怎么样的皇帝朱祁镇的功德意见吧 朱祁镇死后 他的儿子朱建森即位明朝的第八位皇帝 名宪宗 年号是成化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他的成长环境 三岁的时候父亲被抓走 自己在当上了皇太子两年之后又被废除 之后呢就过了五年尔虞我诈 提心吊胆的生活 不知道哪天面临着怎样的危险 这样的成长环境呢 至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果 就是一个姓万的从小服侍他的宫女 得到了他的宠幸 朱建森即位的时候是16岁 而这个万世已经是35岁了 两人之后生了一个儿子 但是很快就夭折了 之后再也没有能够怀孕 这样的打击 让这个万世走向了偏激 他接二连三的杀死了朱建森 其他妃子的胎儿或者是婴儿 但是朱建森好像并不太知道这些 一直在惆怅自己都已经快老了 但是还没有儿子 这个时候一个叫张敏的宦官说 其实你有儿子的今年已经6岁了 原来朱建森曾经宠幸过一个姓继的女官 之后这个女官就怀孕了 然后在一个宫女和张敏的帮助之下 躲过了万世的绞杀 将这个孩子长腻起来 才得以活到今天 而此时刚好朱建森提起 那么赶到时机成熟的张敏 就将这件事说了出来 朱建森听说之后赶紧去探望 看了之后高兴的说 像我这是我的儿子 万世知道之后气愤至极 说你们这帮人居然都骗我 之后没有多久 继世就死了 而宫官张敏也因为害怕而吞进自杀了 万世还想要杀了这个小皇子 于是就把这个小皇子招来 给他东西吃 结果被这个小皇子已经吃饱了 怕你下毒 给直接怼回去了 之后万世心灰意冷 就不再限制其他皇子的奸生了 于是朱建森又陆陆续续的生了十多个儿子 但尽管如此 朱建森也并没有要处罚这个万世的意思 1487年万世去世 这一年应该是60岁了吧 这个一往情深的41岁的朱建森 也因为悲痛欲绝随之而去 那么接下来 这个得以存活的第一个皇子 叫朱又称 就成为了明朝的第九位皇帝 之后的庙号是孝宗 年号是洪志 那么说到这儿 估计早就有人忍不住了 说朱家人怎么起名字都这么奇怪呢 其实皇帝起名字 用生辟一点的字还是很正常的 为了给老百姓们避讳方便 但是仔细观察就能够看出来 朱家子孙名字的最后一个字 都是带金木随火土的 那么如果是观察再仔细一点 就会发现是按照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 顺次轮回的 这个肯定是朱元璋的规定了 然而这一规定呢 确实是难倒了不少的后人 尤其是子孙比较多的 既要用不常见的字 又要带这些片旁 然后呢又不能太难听 所以为了完成这个任务 就造了不少的字 其他的片旁也就算了 金字旁的这些字 一看怎么就这么眼熟呢 这不是元素周期表吗 难道老朱家是搞化学的吗 当然这只是一个玩笑 很明显这样的疑问 就属于是因果倒置了 好这是关于老朱家名字的 一个简单说明 然后我们还是回到 这个刚刚登基的皇帝朱又称 经过了朱启镇兄弟俩 以及朱健身这两代人的折腾 留给朱又称的 已经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王朝了 如果再不来一个中兴之主的话 可能就没有下期的节目了 朱又称和朱健身 从小的遭遇 其实是比较类似的 都有一个朝不保夕的童年 所以父子俩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比如说爱情观 朱健身在众多的后宫嫔妃中 独爱万事一人 搞得自己差点绝后 而朱又称就更加的彻底 他直接践行了一夫一妻的制度 终生只是娶了一个张皇后 不过这件事在明史中 好像知字未提 这是爱情观上的相似之处 但是两个人在做皇帝的这件事上 却表现得截然相反 朱又称宽厚仁慈 功行节俭 不禁女色前于正式 明朝迎来了回血时刻 史称是红至忠兴 明史对他的评价也是非常的高 太祖成祖之后 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 1505年 朱又称并是 由长子朱后赵几位 明朝的第十位皇帝 明武宗 年号是郑德 这是一位比较贪玩的皇帝 身边的玩伴也比较多 比较出名的是 刘锦 古达用等八个宦官 人宋外号八虎 不过关于明朝的这些 权势熏天 扩乱曹刚的宦官们 并不是很想说太多 因为他们不过就是 皇权的代言人罢了 明朝宦官问题 虽然是比较严重 但是本质上问题 还是出现在皇帝本身 只要皇帝们玩腻了 醒悟了 想要处理掉这些宦官 就跟捏蚂蚁差不多 比如说末代皇帝从真 一上来就轻松的 除掉了魏忠贤 这和唐朝那些 能够左右皇帝费力的宦官相比 实在是不值一提 明朝皇帝 好像都有一些 比较有特点的兴趣爱好 比如说朱高赤喜欢美食 朱战鸡喜欢多缺缺 后面的嘉靖皇帝 喜欢炼丹 万历皇帝喜欢钱 天启皇帝喜欢做木工等等 而这个朱后照呢 最喜欢的好像是打仗 没事就喜欢威复出关 或者是带兵出巡 还给自己封官 什么威武大将军 太师什么的 甚至还为了这个封官领赏 来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 叫朱寿 1519年 宁王朱晨豪在江西起兵造反 这可就把朱后照搞心坏了 直接宣布御驾亲征 这个朱晨豪呢 他的身世也挺有意思 上一期说过 朱弟打戚难之役的时候 去大宁挟持了宁王朱全加入 而这个朱晨豪就是宁王朱全的后人 当朱后照的平叛大军 浩浩荡荡地走到左州的时候 一个爱管闲事的叫王守仁的某人 也就是大名鼎鼎的王阳明 居然只用了一个月 就将反叛给镇压了 朱晨豪也被他给抓了 一脸失落的朱后照 把这个消息给藏了起来 继续进军 最终亲自去南昌 接收了这个战俘 据说在路上的时候 他还要求把朱晨豪给放了 要自己亲自去抓 这个事儿不知道是真是假 但是还是比较符合他的性格的 当年朱棣喜欢打仗 死在了行军路上 朱后照也喜欢打仗 但是相比之下 他可能更喜欢小动物 1521年 他是死在了自己的暴房 临死之前 他对身边的宦官小伙伴们说 正极不可为意 其以正义打皇太后 天下势众 与歌臣审处之 前世皆由正武 飞如草所能遇野 临死前还惦记着 自己这帮小伙伴们的安危 其实我们从这里 也可以看出皇帝们和这些宦官们之间的关系 另外与之相似的是 明印中朱启镇 他虽然是因为王振的肆意妄为 而被瓦剌抓住 过了几年的阶下囚的生活 而复辟之后 他却依然还是对王振思念不已 朱后照死的时候是30岁 但是并没有留下任何的子嗣 这也就为接下来的大明王朝 带来了更为严重的动荡 那么这些内容我们下期再说